等了他有說早上來看了 我想說交通部所有的官員 已經是沒有嗎 還是他們暫時性的選擇性看不到 你這種情況下 你要看新聞 只有講一下說你們不要緊張 這個事情OK 那完全不吭聲 當喳巴 等一下 問一下 所以我們只要上遠通的網站 就知道這台車 有沒有經過什麼收費的 是的 但你要有車牌 車牌號嗎 跟車主的身分證字號 那老婆這樣查老公不就 方便多啦 而且你跑不去 講難聽一點 現在大家很擔心的就是說 因為他那個個資 如果被譬如說假設 當然合約裡面是規定 你像前一陣子 我記得網路上有一個謠言 就是說你開一趟高速公路 你可能會收到40張罰單 大家看 怕到要死 超速啦 沒有矽安全帶什麼 你去考考之後 總共最多人可以收到40張 其實 其實大家放不起來 明王哥講這個就是說 如果你從 現在 雖然現在不收費了 可是他有攝影機 你從泰山 然後到了 那個攝影技術的藍光就是攝影機 藍光的旁邊 藍光是感驗你的 藍光是讀卡 他拍到你經過那個地方 然後幾分鐘之後 你到了下一個被拍的地方 按照這個GPS的定位去算 你開超過130 所以你罰單就來了 是可以喔 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交通部有解釋說不會這樣做 目前那個東西並沒有這樣做 因為他並沒有 設定的時候並不是這個功能 明王哥講的這個就是 他技術是心上做得到 然後現在他不會這樣做 以後就不知道 那我猜以後是有可能 因為其實這個計程收費 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做 可是我們台灣做的跟別人都不一樣 這有點像搭捷運 我從台北深山上車 我到紅樹林下車 我中間這個距離 我應該給多少錢 繼承收費 使用者付費 所以照理一講 你裝到e-tag以後 台灣現在有570萬台的車有裝 我今天從 像我跟小賴 我們去澆溪泡湯的話 你從那個地方下去或上來 那一刻他就開始計費 所以應該是在 交流到了渣道口那個地方設 本來也應該是要這樣做的 可是後來就是這個遠通一直搞得不好 然後後來又一直要交通部 沒有辦法達到什麼 中間搞了很多的半套的東西 總之最後的終極目標應該是每一個 也不要有什麼20公里免費 你只要上了你就要給錢 但是你譬如說我從三重上 我見過北路就下那麼短 一樣要收錢可能收你一塊 我們先不要去批評他 先讓大家先了解 以後我開車怎麼收費好不好 所以我以後的繼承收費 是從我從渣道上去就開始上 不是 現在渣道就沒有裝 不是 渣道沒有感應門 他現在感應門是設在你的高速公路的 主線上面嘛 就是說你扎到上去 譬如說我們待會從內湖走環東上去之後 扎到上去的碰到第一個感應門 開始算起 那個距離扎到多遠 通常都很近 因為它全線一高二高跟北宜 好像設了300多個感應門 300多個感應門 每天20公里免費 每天20公里免費 所以我可以開上去 如果我有交得到再下來就免費 20公里一天 它是累計 就是24小時之內20公里免費 它是累計的 意思是說你上班20公里免費 但是你回頭來 20公里就要收錢 它只有一天只有一次20公里 以前那些回溯票怎麼辦 可以拿去換回現金 而且大家不用急 很多人說這個有沒有有效期限 沒有 因為那個屬於有價證券 所以你沒有 永久都可以拿去換現金回來 不用急著這幾天去換 去哪裡換 就是你到買的地 原本收費 也可以換成儲值 也可以把它轉成儲值 問題我們以前每次 什麼春節都免收費 現在也還會有嗎 以後它可能會用差別費率 OK 就是春節可能 交通部已經宣布 今年春節期間 還是有幾天是免收費的 就是那一段期間 雖然它一樣e-tech會感應 但是它不扣錢 對 以後可能會有差別費率 就是說連續假期的時候 它可能會 打得折 對 它會有差別費率 因為大家都覺得很複雜 所以看我 這是高通報 這張表應該沒人會看吧 我告訴你 我就知道了 你看我們政府的用心是什麼 我們聯考放榜 比聯考放榜還是有跟你講 還複雜 它就說 民眾說計算太複雜了啦 他說 放心啦 你聽我們講嘛 交通部幫你宣導 然後他說 來 你如果覺得它計算太複雜 你請看表1 表1已經暈倒了 好像是看表1 你如果再看不懂 來 你請看表2 這已經中風了 沒關係 你的少年這樣看好嗎 其實它真的很難看得懂 而事實上它的目的 我覺得就是讓大家看不懂 反正你裝了e-tech以後 靠那裡看了一台膏在那裡走而已 人前你就去繳嘛 你也不用管你怎麼樣 第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的高速公路的收費的機制 整個改變了 其實會這樣做就是減少過收費站的時間 就是大家這樣子會比較快 可是未來半年還不太好 因為它收費站 全線的收費站 23個收費站未來半年要開始拆 今天就已經開始拆了 所以就是 總是會開始好嗎 對 真正要好要半年後了 其實我覺得也不一定 其實我不曉得交通部能不能聽得進去 其實現在不要拆 為什麼現在不要拆 你過年後再拆 不然你過年是要打到什麼天啊 你想想看過年那麼多人 結果你有一半在拆 一半在拆 一半沒拆 你只能走那一半 對 你過年的吵架有多少人 你過年還剩一個月 就是沒差那一個月 這個現在要先講 因為以他們交通部的腦袋 應該是過年前還放那個錘 他們已經買那個錘了 要大排場來拆 所以這個如果現在不說 他可能真的到時候 真的過年就給你搞這樣子 因為以前常常有這種事情發生 那我要回來說一句話 不讓你塞 你能譴視我交通部的重要嗎 不 當然交通部 當然重要啊 什麼事都會有什麼好啊 因為他所有的收費站 他都先拆一半 另外一半留著開放車道 所以變成說 你如果碰到今年過年 我們所有的收費站 因為他不可能全部拆 他要全部拆 你要留一半的車道可以找 洪宜哥 你晚上這二天對不對 你現在去泰山收費站看 就是最大的嘛 天下第一站 他已經開始拆了 所以洪宜哥的這個 忠嚴逆耳已經沒有用 他的已經設計好 就是開始做 然後剛剛小賴講 就是一半開始拆 另外一半沒有 就讓你過嘛 那也沒有人摸摸手 但是就很快過去 那這一半才好 泰山收費站是指標的站 他的目標是20天 那所以他會在過年前完成 如果他的供期順利的話 可是其他的部分 很多的站 如果發生了 泰山是很快的 快手看看 你還要回覆路面 他半年了 快點看看 你把他整個摧毀 稍微 快撲 所以他就半年之內 他會完成這個事情 可是半年之內 大家就會預期有個黑暗期 所以大家靜觀其變 他有沒有聰明到說可以 拆拆拆 拆到要過年的時候 可以把它整理出車道來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相信大家就會稱讚 其實我跟大家講 那個會是一場大災難 怎麼說 泰山收費站 我沒有仔細細數 但是我評估 大概收費停應該有10個 不只 就是南下 淡上 淡上 淡上就有10個 可是高速公路通常是三線 過泰山之後有四線 因為有一個林口爬坡道 所以 衝過去以後就急 這個10個收費停 現在剩下5個對不對 然後5個也不可能快速通過 因為他收費停還在 所以你還是得慢慢開過去 因為它的寬度 你不可能開快 你過去之後5個 然後5線出來之後變3線 然後大家速度又慢 那邊一定大塞車 拜託好不好 高工局的人 也都很多專家 我們現在想的應該都沒想到 都沒想到 每人過去5年 我們被專家害的還不夠 那麼多年來 好像都沒有想過 不是 我覺得剛剛傑允講 那個事情是對的 就是說 你看到大家在大排長龍 你在高通報告 大家都打開了 都沒看電視 趕快出來開記者會說 不用排沒有關係 對不對 還是可以上高速公路 沒有裝e-tag 以後也是可以 而且這三天根本不用錢 對 這三天不用錢 再來就是我說 過年後再拆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不要讓大家心理預期嘛 來 我們先休息一間廣告 不要以為 你怎麼叫他們 大家都有聲音 你都有聲音 你也就是左右 說我什麼比台 好 那如果說你是騎腳踏車的人呢 好像這個高速公路跟你沒有關係 因為你上不去對不對 但是呢 各位 腳踏車 騎自行車 如果你這樣來講手機 夜間騎乘你沒有開燈 沒有禮讓行人 甚至於酒駕腳踏車 OK 會開罰 300到600 危險駕駛 那麼 但是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可以講一下 我經常在騎樓被腳踏車嚇到 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規定 腳踏車不可以 我們是不是要規定說 腳踏車不可以走騎樓跟人行道 走快車道 你的意思是嗎 不是 你一樣走道路 因為說實在 我也常常在人行道被腳踏車嚇到 因為我們走在人行道 我們都是假設就是說 這很安全嘛 只有行人嘛 頂多就是嬰兒車嘛 怎麼會突然一台腳踏車這樣衝過來 我剛剛那個話題 再把它那個總結一下 所以因為我們以前都有開那個 要過e-tag的時候都有那個 收費到 還沒有拆嘛 對 所以它有速限的限制 有的70有的50 對 現在沒有了 聽完呢 聽完就沒有速限 就是照高速公路速限 教雄 100就100 100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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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這有好幾個 有車輛偵測設備 有e-tag感應天線 那如果那個 台灣經常夏天有暴風雨閃電 揪動啊 然後就失效 那天會少收一點 會不會是收很多 以上成熟犯想 那會有避雷針啊 會有避雷針啊 他一定有避雷針啊 那這個叫做藍光補光設備 對車牌拍照的時候補充光源 這個是照相 OK 這是全時數位這個錄影設備 這樣子好 那有一個東西已經先失效了 那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講這個全時數位錄影設備 就是當初 就高空局建置了 我們要拍那個 沒有西安全帶的 講手機的 然後可能還有危險駕駛 我們測車距的 那結果呢 高空局花了6000多萬 然後去建置我們所有的攝影設備 結果那一套攝影設備 全部都沒有用 白花錢 是政府花的錢 對 政府花的錢 結果那一套攝影設備 竟然都瑕疵品 對 竟然都瑕疵品 為什麼瑕疵品可以驗收得過 所以 目前典幫也在插這塊 剛剛在講一件事情 我們走不是走五陽高架嗎 五陽高架不是有一個 三人以上才能走那個嗎 對 它有設計往上往下 還有可以插你有沒有三個人 對不對 那個都有失效 4500萬失效 對 全部都沒有 所以而且重點事情是 假設那個真的拍到了 因為它不是 它是交通警察在旁邊 拿那個平板電腦看 這部車子有沒有 如果有它去追 它要從那個外線道殺進來 它等一下再把它帶走出去 所以也就是說 那個東西不但失效 而且抓到比例只有50% 所以常常看 裡面沒有三個人有沒有 把它攔下來裡面三個人 那個當時還是花重金買 那個紅外線熱感應攝影機 因為它你車速那麼快 所以它是用熱感應 對 可能有寵物 它也撞住人 對 都撞住 這其實寫給很多交通專家講說 全世界沒有人設計 一條高承載通道是 週一到一個禮拜七天 一天24小時都是高承載的 通常就是譬如說 上下班尖峰時間 高承載比較快 你像信義聯絡道有沒有 它那個隧道裡面 就有一線是給計程車 跟大客車走的 營業用車 對 那個我覺得OK 對 你哪有說 一天24小時 然後一年365天 這一條都叫高承載 有時候在裡面根本沒車 以後 因為有20公里免費 所以澳麥到底 高速公路會比較突 還是會比較通暢 我認為會比較通暢 尤其在都會區的附近 因為譬如說 譬如說我住新店 我來來 有時候我 可能我覺得走高速公路 比較順 比較沒車 那我這樣 單程不會超過20公里 但是來回 有可能會超過 我就必須要付錢 這討厭 我家到這邊 總共28公里 其中有7公里是提頂大道 環東 21公里剛好要收費 你最後一公里 你就下車推車 這也很難說 因為要看那個閘道 搞不好那個閘道 距離正好1公里 對 要看那個閘道 有影響 像我就將我家做例子 我太太每天就是 從竹北開到那個東堂 這樣40塊錢 最後決定走Loco 決定走Loco 還是走Loco算了 所以以後高速公路那種 就是說市區短程的通勤的路段 譬如說以台北來講 什麼三重到原山 三重到建國 或是三重到內湖 可能車會少一點 還有一個是 橫向國道是不用收費的 對 橫向不收費 兩年內不收費 這兩年內還不收費 雙數的 雙數的 譬如像2號國道就是 2號國道是什麼 機場連絡道 大溪到大園 那就是東西像 2號4號6號8號 學校的都不用嗎 因為當時為什麼雙數的不收 其實有一個典故 很多人會講說 那不公平 為什麼雙數不收 可是我覺得我們政府做決策 你不能用台北觀點 在看全台灣 因為台北跟新北 其實它的市區的 困難